我们为何给个奖 为何给钱这个中国人来到我们的大门口 去炸一棵圣诞树是代表西方文化 西方宗教 代表美国 我又不是艺术家 我又不知道蔡国强的心想什么 艺术很主观 很明显这个展览就引起了美国的疑心 他说初初他都认为中国很友善 不过后来才发觉中国有阴谋 但是如果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或者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去看的话 当然觉得你是侮辱中国了 到了今时今日香港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新的主要国家环境 我们是否可以这么不敏感呢 我们是否还要在某程度上是悲公屈膝去讨好这个西方呢 多谢大家踊跃报名参加这个小金人的慈善财经课程 提醒大家 我们6月26号是2点钟开始这个课程 是网上课程 不过我们在1点45分就开始试一下声音 试一下大家可不可以打字我看不看到这样的 所以没有等到2点钟 1点45分就早点提早15分钟进来 另外大家给了钱的话 应该有电邮是收到一个确认的了 如果你没收到的话 首先查你的垃圾油箱 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 你都可以WhatsApp WhatsApp 6556-6326 6556-6326 你留下你的电话 到时我们有专人会跟你联络 还有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WhatsApp这个电话 但不要等到26号 最好这几天 因为你给了钱的嘛 你这几天就要快点试 看看有没有问题 另外麻烦你将这个656-6326 设为手机联络人 因为我们可能有关课程的所有东西都会在这里公布的 所以如果你设了手机联络人的话 就方便我们跟大家联络 另外在大陆内地的观众 麻烦你留意 我知道你们看YouTube 看Facebook 都是翻场的 跟我们一样 跟我一样 所以我想你们如果是内地的朋友 首先这几天就可以试 怎么试呢 是进去SE Media 是10点 早上10点 或者下午1点半 我们都会有中环财经连线的一个节目 可以看到的 你们试一下进去看不看到 就是用VPN 翻场看 你们看看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 你早点WhatsApp 刚才那个WhatsApp电话 联络我的同事 接着我们看看 6月26日如何帮到你们 很顺利地看到我们这个课程 好 再次多谢大家 欢迎大家收看谭新强世界Zoom 今天是葳葳和Eddie 来到Zoom的 不过看到我的样子 因为我最近病了 我的样子都不出界 Eddie 你好吗 你身体好吗 我当然好 香港天气也好 我们又打了针 我又继续戴口罩 所以怎么会病呢 但我一会也会说 香港和中国的疫情 我觉得要是再加快接种 再要重开得快很多 但这个第二部分 那我今天想说第一部分 就是说这个艺术 然后第二部分 说这个媒体 说媒体 今天你看到我后面的照片 刚刚拆了 好了 是早那十几天 在中环的一个艺术展示 是很漂亮的 叫做Riff of Light 在中环海旁 在天空飘扬 有几万条彩色丝带 有些人觉得他像一条龙 也吸引了很多市民去看 这样 也挺有趣的 这个艺术家 其实是一个美国人 叫做Patrick Shen S-H-E-A-R-N 应该是白人 不是华人 那我今天会用PPT 因为有很多艺术品去做 那我先分享一下 那我今天的目标就是说一下 这个艺术和这个 其实现在都是政治 和这个种族主义 都是有关联的 那么 刚才我展示那张照片就是中间的艺术展品 那么我发觉最近原来 在这个至少我活动的地区 中环 就有好几个 几大规模的 就是这个艺术展品在这里 那么就中间那个 刚才说了 然后原来右手边那个 就是这个在大馆那里 又在这个 我这个没有去过 中间有个 有些光的 有些灯的一个艺术展品 那么这个叫Aquist 那么那个艺术就是美国人 叫做Jan Lewin 然后呢 左边那个就是在置地广场 平时那个喷水池那里 他就改了 刚刚完完 又是 有一个火箭这样的 展示在这里 那么旁边有几个 好像外星人的几个 应该是不锈钢的展览品 那么那个又是一个 美国的艺术师 叫做Leonard McGurr 他是一个 图片艺术师 那么他的名字叫做Futura 那么我觉得这几个 就是艺术展品都挺有趣的 但是不过我不禁就想起 我就说 为什么全部都是美国人来的呢 那么中国 包括是中国内地 难道没有适合的艺术家 那么就是我知道香港 是一个很国际城市 但是我觉得跟职业一样 那是不是首先应该给一些机会 这个本地人呢 还有就令我从这个起点 我就想起有些往事了 那就是这个人 蔡国强是一个当代 都算非常一线的中国艺术家 但是他其实这个人 就住在纽约的 住在美国 多年来 那么我也看过他很多次展览 他应该是华人 第一个是一个单人展览 在纽约市里很有名的 Guggenheim museum 那么当年我记得 就是那个建筑很特别的嘛 尤其是翻身了之后 原本是Frank Lloyd Wright的一个遗作 最后一个主要的建筑物 那么就是中间有个atrium 中空的 那么他就挂了一些车在那里 还有一个很出名的 是一群狼 一群羊 一群羊 他就撞在一个 膠板上 也很震撼的 他是一个行为艺术家 他很喜欢用火药的 他是福建人 是全州出生的 那么他从小都喜欢玩火 搞爆炸 那么他也承明了很多年 那么这个2008年奥运那时候 那个大脚印 就是Fireworks的烟花 都是他负责的 还有他就是在日本 全世界很出名的 竟然知道 有很多的展览 那么其中有一件事就是 2012年 其实这个就挺有趣的 就是在华盛顿 在一个Smithsonian博物馆的门口 那么他就做了一个行为艺术 那么他就是将一棵 四十尺高的 他就装了很多 烟花在上面 那么他就进行了几次的爆炸 那么他就进行了几次的爆炸 那么就是他的寓意 他就说这个好像针灸 那么他就打通了一些奇经百物 就会为这个华盛顿带来更好的风水 那么他同时那时候就是在这个 从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外交部 在这个Hillary Clinton的年代 就拿了一个奖 给了25万美金的 有奖金也有一个奖牌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艺术展览 但是呢 某些人们会不同的 应该可以播出一条片 3 2 1 火 5 4 3 2 1 火 这个艺术展览 我觉得是没什么不妥 但是原来后来引起了一位仁卿的联想 这个仁卿就是我以前可能也提过一下 这个是一个中国的专家 其实他长期服务于美国的 也不是外交部 他是服务于美国的CIA和Defense Department 这个中国专家会说中文的叫Michael Pillsbury 那么他在特朗普年代 他是一个首屈一指的中国专家 尤其是副总统如果你记得那个 Mike Pence 他有几次演讲都是去了他的研究所 应该是在Hudson Institute 他几年前写了一本书叫The 100-year Marathon 里面就是说他认为中国其实是一个长远的计划 是这个军事外交各方面是要取替美国的霸权的 这个是他的观点 然后他的书里面的第一个节目就是说起刚才那件事了 就是因为他太太就是当年这个 这个史密宗尼人的其中一个计划 一定是有份搞的 所以他都被邀请去看那个 刚才我说的那个行为艺术的表演 就是炸了那棵 黑黑 christmas tree 其实那时候应该是2012年11月左右 就是已经近圣诞节了 他的感觉就不像蔡国强那样想 说这个是有助这个华盛顿风水 他的观感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给一个奖 为什么给钱这个中国人来到我们的大门口 去炸一棵圣诞树是代表这个西方文化西方宗教 代表就是美国的了 然后炸完还要我们找清洁工去收拾那些树叶 他说这个是 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艺术师 这个蔡国强其实是有心保抑美国的 也都代表了中国的野心 那本书的头一个节目就这么说了 那我就是 就是我又不是艺术家 我也不知道蔡国强的心想什么 但是我可以说说艺术很主观的 很明显这个展览就引起了美国的疑心 部分的中国专家 这个我不是说笑 你看到这些照片 他是特朗普认为最权威的一个中国专家 那他的说法就是说 他说初初他都是认为中国很友善 不过后来他才发觉原来中国有阴谋的 所以他说就要提防中国 这个当然是现在拜登政府 都是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就想起这件事 对应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疑问 中国西九 搞到一个大公地已经在二十多年了 终于慢慢建成了 那当然有一个博物馆在那里 那那个叫Mplus博物馆 那个导致是一个Sri-Lankan的女士 这个Suhanya-Rafael 那他就其实 可能是执行短筹了 那当然现在香港什么事情都是政治化的 那我们听过 早前有一件事就是 有一个瑞士人应该是捐 还是借了一些展品给Mplus 当然Mplus都没正式开门 那里面其中包括有些艺术品就是这位艾薇薇 也很出名的 他自己就不懂画画 那他叫做艺术家 就是有些构思 关于他认为是艺术的东西 那他爸爸应该是国内以前很出名的诗人 那后来他就成为了一个 就是基本上是反对中国的一个艺术家 那他现在应该就在美国了 就不再在中国了 那他当然也很出名 他也有很多有争议性的东西 那其中一件事就是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大型的组织 里面包括这张照片 在里面 他也不只是对着北京天安门举起宗旨 他对着白宫 他在法国在其他地方都有一个系列的照片 但是我们现在在中国 在香港 那所以这张照片就带来一个争议性 那就是当然有些人就认为这张照片 是不应该是展览出来的 那但是这个M家博物馆还没开幕 那那个馆长仍然是指定说 香港是自由 是有这个自主权去决定哪些是适合 哪些不适合 那所以就是 未展出来 那就是这个女士 那个馆长夹在中间 那他就未肯放弃 他未肯说这张照片是不应该去展览的 那就是我觉得这个情况 其实跟刚才那个黑玫瑰花椒一样 就是 就是 未必 艾未未有他的思想 可能他是反对 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可能他是anarchist 他认为所有政府都是 就是不值得他尊重的 所以他就有这样的系列的照片 那他的意思是怎样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作为一个香港人 或者如果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去看的话 那当然觉得你是在侮辱这个中国 那我觉得就是 就是 以香港人出了这么多钱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花钱去买这个展品 那我就会觉得 其实是 未必那么适合去展览 就是 即如好像我刚才说 那这个 赛国强 一、二年 就是差不多十年前 那时候很受美国重视 很欢迎他去 做行为艺术 那但是我觉得 现在今时今日 就没可能 再会有人邀请这个赛国强 去这个 华盛顿 在这个 国会山庄面前 或者是白宫面前去炸一个 白宫的模型 还是炸一棵圣诞树 復活蛋 是不会再发生的 那就是那个政治环境 那个geo politics是转了 那我觉得 香港 也都要 sensitive to 这些改变 我觉得 那我以前也说过了 三、两个月前 我不是说了三样东西 我说希望 这个香港能够做到的 我那时候还叫我的朋友 Charles Wong 就是他说 紫荆党 你应该努力去争取三样东西 我其实 我以前没有认过聪明 就是我是比较早的 其中一个 我说 AstraZeneca那种疫苗是有问题的 那结果 香港政府从善如流 就没有进口那种 那种 我觉得我也是比较早的 第一个point out 这个东西是有危险的 是啊 那现在就没有了 那我另外还有两件事 我就说 指出这个A股星先生 为什么是他做 他不懂中文的 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个 Hong Kong Social Change的 Chairman 另外一件事就是那个 Stamp duty 那但是这两件事 就 继续是在进行的 那我觉得 就是 同样的 我觉得就是 到了今时今日 香港尤其是在 现在这个新的 主要区别的环境 我们是否可以 那么不敏感呢 就是我们 是否还要在某程度上 是悲躬屈膝去讨好 这个西方呢 就是西方人来到香港 看到这个A股星先生 是Hong Kong Social Change的CEO 那还要是 SFC的CEO 又是一个英国律师 多年来的CEO 是Ashley Alder 那是否令到他们会更加放心 我就觉得未必 如果我是一个外国投资者 来到看到你那个SFC 即是这个是 Financial Club 是一个英国人 而这个Hong Kong Social Change的CEO 又是一个白人 是一个不懂中文的 我当它是Argentian 老实说 我是会更加不尊重香港 更加不尊重中国 就是我有时候也会说回 又是香港历史 就是香港大館 刚才说的那个 就是现在变成了博物馆的性质 综合娱乐场所 那么有些人都说的 其实大館那种建筑物很丑样的 在这个 就是世界上来说 百多年算是什么 如果你在意大利 就当是新的 是吧 那么有人指出说 其实 整个大館最有趣的一个 不是展览一件事 其中一件事 就是那个Hong Kong 就是刚才那个艺术品 旁边有一棵树 是一棵芒果树 还应该是一棵Alfonso芒果树 那么 有趣之处是什么 就是来源 为什么会有一棵 印度芒果树 在这里 比起来 就是因为早期 香港的警察 绝大部分 都是印度来的 都是那些SIG 是做警察 如果我记忆中没有错的话 早期英国殖民的时候 当然是非常种族主义 他说明 他说我们这些丫头 无论军队还是警察 当然是要英国人 普通警察 我们绝对不可以相信中国人 因为他们全部是腐败的 全部是不可信的 不相信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印度 带我们认为信得过的警察 过来 到了今时今日 香港 不再是殖民地 当然香港是一个金融中心 但是无论这个港交所的首席 尤其是那个SFC的首席 他们很明显还认为是需要一个英国人来看着 就是认为中国人就不可以相信了 不可以相信中国人管回中国人的公司 就是这个是自我侮辱 自我歧视的一个表现 那么我觉得这个 就是再次召唤 这件事是不可以再接受的 好的 你的公共展示的艺术 你可以以德报怨 美国对我们这么差 我们还去委屈一些美国艺术 来做一些展览 我不介意了 但是这些重要的岗位 就是请你三思 你这个不会得到这个国际的尊重 你会得到国际的击笑 就更加肯定他们的偏见 认为中国人 你看看 你香港人都不相信自己是中国人 就是一句说了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这些种族旨意 其实在美国 在加拿大是经常发生的 我想指出这个 又是不太久的 我忘记了这个是19年还是2020年 Virginia的前州长 这个人兄 他竟然被人发现 原来他在读大学 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又是内战时间 已经训练了很多南部的军官 将军出来 他原来那时候开派对是拍摄这样的相片 塗黑自己的臉 这些在美国的文化里面是最丑陋的 就是白人扮黑人 来嘻笑黑人 你看看他旁边的那个扮 我不知道是扮还是 只是穿上制服 就是3K党的 很经典的一套制服 非常邪恶的一套制服 被人暴露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当时没办法 就辞职了 但是你看看 这个是加拿大总理 Justin Trudeau 他应该是在教书的时候 他以前教中学 应该是老师 如果我记得了 他去到一个化妆务会 也是穿成这样的 塗黑了臉 我不知道他想扮非洲 还是想扮印度 不过 这个人 现在还在做加拿大总理 最近这个G7开会 他还是比较上鼓吹 西方要联合来对抗中国 再说一次你凭什么 你也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但是也有个分别 为什么他不用辞职呢 因为加拿大就没有一个黑奴的丑陋的历史 他心中的鬼就小一点 所以他还勉强可以做下去 就是在加拿大同一件事 那个敏感度是没有那么高的 这个大家看看 然后我再说回 今年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春晚 有一幕就是世界友谊 那有些的表演者 就扮作非洲人跳舞 有些就扮夏威夷 有些我记忆中就扮阿根廷 在跳华明哥 有些是扮俄罗斯 在跳民族舞 那当然西方 尤其是美国 马上又说中国人是歧视非洲人 就说为什么你扮黑人 为什么你要歧视他们 当然如果你记得 他说2018年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那次回响更加大 那么今次很明显 他不只是扮非洲人 他扮很多民族 但是没有人说 中国人不可以扮阿根廷 没有人说不应该扮俄罗斯 没有人说夏威夷不应该扮 为什么只是说你扮黑人就是歧视 这个问题不是中国人 中国人是全世界都是朋友 都是友善的 这个问题是美国人心中有鬼 因为他有黑奴历史 那么他就觉得你扮黑人才是歧视 这个是这么丑陋 其实他反映着他们自己的种族歧视 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这张照片 就是1998年的时候 其实当时也很大 就是以前的紫禁城出来 用来做了一个场景 就是给一个应该是美国的歌剧 就是歌剧 去上演一套是佛琪尼的名作 就是叫做Turandot 中文应该叫做杜兰朵 那就整个故宫是98年的时候 在那里演出了八个晚上 那个指挥家后出名的Zubermater 那些主要的演员 全部是西方的歌剧演员 那次不是Luciano Pavarotti Pavarotti有唱过Turandot 那首主题曲最出名的 叫做Zoom Dorma 但是他不是在这部剧里面 所以知道就是98年那时候 有些是解放军 就是中国人 但是主要演员 全部是西方人扮演中国人 故事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的一个 就是其实就是改篇的一个故事 原本的设计可能在俄罗斯 还是在中亚的 但是后来 这个佛琪尼寫的时候 他最后一套的歌剧 那就是设计 就是设计寄到中国 那其实以我所知 1998年之前 中国都不喜欢上演这部剧 因为我们都觉得它是歧视 就是我们中国人 那时候的文化给他开放 就让他在那里做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这个 为什么你就是说 美国人就是说 你扮黑人就是歧视 我觉得你扮我们中国人 我觉得你也很歧视我 而再说多一次 所有主角是用西人 好的 那些主角是用中国人 我觉得就是 其实这个就是 我刚才说 这个 就是这个 艺术有时候 尤其是在现在的环境里面 包含这个 种族歧视 我觉得 我觉得无论 香港这个N plus博物馆 还是就算 谁也扮演那些人 来做这些大型的艺术展览 其实都要 要想清楚自己做的什么 因为国际环境 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我再说一次 我不觉得 美国再会邀请蔡国强 去炸一棵圣诞树 是不是 所以同样地 我觉得 香港 就是无论你是 扮演一个艺术展览 还是说这个 证监请人 或者是一个交易所 请首席 我觉得其实都是要三思 今天上半节 先讲到这里